上一集我們說了趙毅寒三家分準 三家將老東家廢了 自己做了諸侯 天下諸侯當中增添了三個新面孔 算是新平庄舊酒 這邊新平庄舊酒 很快東方大國齊國那邊 就是舊平庄新酒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是齊國的國軍被匪 由大夫田氏代替了姜氏 做了齊國的國軍 這就是著名的 田氏代齊的故事 說起田氏代齊的故事 真是一匹報那麼長 大家聽我慢慢從頭說起 這個姜氏齊國 也就是說齊國國軍姓姜 在春秋時期 這個姜氏齊國 就是客客有名的老大哥 人家的先祖很光榮 是滅就第一功臣姜子牙的後代所建立的國家 所以 又叫做姜齊 齊桓公更加是春秋時期的一哥 在管仲的輔助下九合諸侯一康天下 基本上清霸了春秋整個時代 後來他為什麼會被底下的大夫散了權 這個田氏 又是從哪裡捐出來的呢 這個田氏 原本就不是齊國本地戶口 不是地段生來的 那他是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 他是從陳國來的 原本是姓陳 嚴姓田的 那麼在齊桓公時代呢 陳國的公子呢 陳元 就走到來齊國避難 那麼為什麼會一國的公子要走到外國避難呢 那麼佳恩呢就春秋無意展 不單止是諸侯國之間打 諸侯國內部也都打到不亦樂苦 基本上就是一年一小亂 三年一大亂 是無時不亂無時不打的 父子雙殘骨肉雙爭 這種事是車載斗糧糧大把 說都說不完 那麼這一挺某國貴族走到其他國家避難的事呢 在春秋時期屢見不鮮 正所謂禮崩惡壞的時代 那麼陳元為了被禍就走到來齊國 當時呢 正是齊桓公在位 一見到外國公子千里來頭就非常重視 那麼他是特別喜歡陳元這個人的 那麼有可能呢是這個年輕人生得一表人才 比較英俊 那麼打算呢就封陳元做兄大夫 那麼陳元就知道 以自己一個借讀生的身份來到這裡 是政治避難的嘛 如果突然間做了高官 那麼必然會招致齊國土著大夫的不服 所以就立刻推遲話了 我這個人呢 才得不夠 請主公給我一個可以實鋼的差事就行了 我要做些實實在在的 比門手藝過我 有餐飽飯我吃就行了 所以齊桓公呢 就叫陳元負責齊國的百公 那麼按照現在的話來講呢就是駐建部部長 那麼陳元在一個職位上面呢 是做到有聲有色 敬敬業業 確盡職守 那麼陳元到了齊國他要立足的 首先是表示自己要跟原先的陳國是一刀兩斷 我不再是陳國人了 從此之後我世世代代都要做齊國人 要做一下人生規劃 首先 要加入齊國的國籍 以後拿著齊國的護照出門就很方便了 因為齊國的護照好用 去哪個國家都是免簽證的 要拿齊國護照怎麼辦呢 以後就不可以姓陳了 要改個姓 姓田 所以從他這裡開始 陳姓 就改為了田姓 再進一步 陳元是認為 最好呢 就可以跟齊國那些大族聯婚 找個齊國的土著大族聯恩 聯了婚之後呢 我就是齊國的女婿 那就沒有人會看小我啦 所以陳元 就找著齊國一個老資格的大貴族 跟他說 你看看有沒有女多 有沒有淨女 嫁一個給我呀 免得你到處去參加那些什麼非城物妖呀 我呢 就不選擇樣子 只要是你親生的就行 或者名義上是你親生的都行 你嫁一個給我呀 那麼這個大貴族就心想 你一個外來破落戶 開口埋口就說要娶我的女兒 你有什麼資格呀 你在臨之房沒有一間 地沒有一籠 車沒有一家 你有車有樓嗎 你知不知道京城的房價多貴呀 你知不知道 那些車是要搖號的 想娶我的女兒 都不拿鏡照一下自己的貓樣子 但是轉念一想 人家好歹都是陳國的公子呀 出身高貴 不如先 算一掛來看看如何再說 這個貴族 就找著一個算命先生幫他算一算 看女兒可不可以嫁給他 算命先生 就把陳元算了一輪 不管是手上面上八字 還是周易 有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呢 八卦風水 奇門遁鑑 梅花易素 到底哪一種才可以縱觀乾坤 洞識天機呢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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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還說算命先生 不好意思 反正啊算命先生算了一輪之後就有結果了 貴族就問了 先生啊 你看看這個人 怎樣呢 算命先生就說了 不得了呀 這個年輕人貴不可然呀 哎 怎麼貴不可然呢 這個年輕人 五世之孫之後 當為正卿 也就是說 他全五代就是正卿 八代就取姜氏而得天下 我們齊國就要改他的姓了 按道理來說 這個齊國的貴族聽到這樣 立刻就要向國軍舉報 他們家八代之後 會取代我們國軍 正一大役不道 還不弄死他嗎 誰知這個貴族的想法很大 喂喂喂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正啊 以後我們家做國長 好好好 立刻把女兒嫁給他 他真的把女兒 許配給田園 田園 就開始在齊國紮了根 正式入了本地戶口 以後呢 就有地段生資格了 果然到了田園的五世孫 也就是到了田門寺的時候 田氏在齊國已經位居正卿 紙僅僅僅慣於 左右相閣 所反則是 副總理 屬於國家領導人 副國級 地位高 所以 到田援座時 田家已經是齊國 一股不可以看小的勢力 特别是他已经完全本土化了 再也没有人说他是从陈国避难 完全具备地断生资格 不需要统筹安排 当时齐国在位的国军就是齐景公 齐景公就是春秋时期仅次于齐桓公的齐国明军 一心 想恢复齐桓公的霸业 他也是齐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在位 58年那么久 但是这些君主也是这样的了 开始好好的 后来就坏了 早期齐景公 就在名相雁英的辅助下 大家读书 都学过雁子 雁子史楚里头的雁子 齐景公 就在雁子的辅助下 勵征图治国力强盛 但是到了晚年就不行了 驾车淫日 浩大起功 周围去找美式 濫收宫殿 蒸发遥役 百姓怨声载道 就有点像是后世的唐明王 那些专制君主 活的时间一长就没什么好事了 越到后面越乱来 如果他早点死 这才是百姓之福 越到后来越离谱 跟他形成了鲜明对比的 就是田氏 齐景公越横征暴念 越剝削老百姓 田氏 越是私恩于百姓 那怎样私恩呢 田氏特别有办法 他放债的时候放五斗 借五斗过来 还的时候 就只需要还四斗 或者我借给你的是大斗 你还给我的就是小斗 表面上 似乎我亏了底 但是老百姓 普遍都感激田氏 跟国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至于眼子 眼英出使去其他国家的时候 都跟其他国家说 说我们姜氏齐国 遲早有一天 都会被田氏代替 这些是遲早的事 其他国家 都觉得很奇怪 你们齐国现在正是强大呀 你们齐景公有那么牛叉 即是用广州话来说 就是巴士人币 怎么会被田氏代替 眼子就说 田氏 用公室之恩施惠于白省 他那些地 都是国军封给他的 不是自己买的 他在自己的土地上 施予自己的恩惠 让老百姓拥护他 而嫌弃国军 这个人真是厉害 将来我们齐国 肯定是属于他的 甚至有一次 到了齐景公晚年的时候 齐景公 就坐在公室里面 渗满意足 突然 生出了无限的感慨出来 这么漂亮的一座宫殿 将来这些公室 都不知道 会是属于谁 我的后世的子孙 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他居住 当时刚好 眼子在旁边 不失时机 过了田门 一栋 主公 我看恐怕将来 是属于田氏 而 齐景公大吃一惊就说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顏英 就将对外国人说的那番话 又对齐景公说多了一次 这个人 是这样的 你后世子孙难保富贵 将来 都要帮人打工 我看 连打工也打不了 帮人玩鞋也不配啊 齐景公一听就急了 你说怎么算好啊 有没有办法 眼子就说 那就只能够靠礼法来约束 要靠君君臣 赴赴子子那一套 要让他明白 军臣大义 要靠礼法才行 但是齐景公一想 如果要靠礼法的话 首先我要带头的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这些是孔夫子说的 我要带头的 我又不想戴这个头 我就是想娇车淫日 我就是想选美女收工店 你要我带头 整天蹲起那款 嗯 我不想 而且齐景公心想 我现在最主要的精力 就要放在争霸上 要恢复齐桓公的霸业 然后再享受 我还可以活得多久呀 我都七十有几了 很快就拉柴的啦 我死了之后 懒理他洪水滔天 疑孙是自有疑孙科 我不管的啦 所以齐景公时期 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来限制田市的势力 任由他壮大 到了齐景公一死 这个时候 田援子都死了 田家的掌援人 就变成了田乞 乞衣的乞 那时候那些人起名 不是很讲究的 不坏也不起的 田乞 就已经是第七代了 从陈元开始计 已经是第七代了 第八代就要取天下了 还差一代 田乞的时候形势是这样的 齐景公死之前吩咐两位上角 立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美妾生的儿子做国军 然后呢 两位上角就做顾命大臣 辅助幼主 但是田乞 就不喜欢新国军 田乞就很喜欢那个公子杨生 因为跟他的关系很好 公子杨生就在新军继位之后 怕着新军找自己麻烦 就流亡了去国外 田乞一心想立公子杨生 就在两位上角和大臣之间互相疏擺 最后率领这帮大臣 杀入宫女头 杀了两位上角 赶走了新军 准备谋立公子杨生 于是将杨生偷偷接回国 他当初的借口就是说两位上角专权 国军无道 所以 叫另立新军 将两位上角杀了 赶车新军 另立新军有没有说说立谁 又不可以说准备立杨生 大家都知道 你和杨生穿同一条裤子 立他 谁都知道你想怎样 那不行 怎么办呢 这个过程很有趣 简直就是跟倚天屠龙记里头 光明顶章无忌的经历一模一样 准备立权 这样的 田黑 又对大臣说 我们家里刚刚制完组 肉分给大家吃 我在家里开派对 牛排 猪排 鸡排 海鲜任食 不用客气 我请 你想想 人家制了肉分给你 挺光明才行 兴高采烈 全部都去了 上赛的时候 抬了个大布袋 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很有趣 搞哪科呢 难道这个菜是装在大麻包袋里头 难道是现宰现散 谁知道 布袋一打开 杨生在里头就捐出来了 田黑就说 这个就是我们新教主 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新国军 应该立他做齐国的国军 有些大臣就不服了 譬如说 包叔牙的后代包氏 他也是齐国的高门大户 有没有搞错呀 又说另立新军 立一个跟你对牙的 那不行的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因为田家势力大 又在自己的一某三分地上 你胆敢说的不止 今晚就煮了你来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同意立公子杨生 做齐国的新国军 公子杨生 也就是日后的齐道公 爱道的道 你看看他的嗜好道公道公 可见下场都是一样的 在位四年 就被和他不和的包氏杀了 齐国又乱了 那公子杨生死了之后呢 与此同时 田黑都过了身 田家的掌援人就换成了田尚 就是田园的八代孙 这个田尚 也就成为了 姜氏齐国的真正挖务人 田氏代齐 就是从这位田尚开始 当时齐国经济大乱 大臣涌立了齐检工计位 这个时候田氏的掌援人田尚 想自己的封地里轻饶薄富 改革内政 发展生产 同时积极地壮大自己的势力 田家本来 已经和那些 包氏、高氏、国氏 这些原本的齐国土著高门大户 平起平坐 在这个时候 在齐国更加无出其右 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比 甚至已经不需要再联络那些什么齐国土著大胜 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已经去到了这种程度 那么作为国军的齐检工 看在眼里头 就生在心头上 齐国是我姜氏的齐国 不是你田氏的 你一个外来破落 当年不是我早上一念之仁 将你留下 你会有今天 哎呀 谁知留下了祸根 而且齐检工越来越觉得 当年齐检工没有痛下杀手 至少有今天之患 寡人就绝对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我一定要将你了结 但是怎样了结呢 首先 就不可以令到田上独栏大权 你现在不是做了齐国的上国吗 我继续让你做右上 但是我另外设立一位左上 左上 就是和国军同一个鼻孔出气的 国军有什么事 都听左上的 右上所有的建议 全部否决 左上的所有建议都批准 就是 regarde 左上手下 就有个大臣叫子我 他公开宣称 田家 才不是 газ 全部是灭秀 全部都应该杀杀杀杀杀 杀杀得干干净为止 你们可以看着泥 我一天就不会 söyleye宣ents 大家说 他是不是真是 háts assist 他是来一个家来 question 又怎麽可以到處說呢 到處唱 你做這件事 你說動手就動手 結果你又不動手 到處說 過嘴唇 我要殺你全家 那就是拿來衰 現在人都知道 果然田上一聽 你說話都說出口了 我扮沒聽見 即是示弱 那怎麽算呢 還可以怎麽算呢 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點齊人馬直衝皇宮而來 要廢了齊簡公 殺死左相 田上的兵馬一出動 就有人報給齊簡公聽 田上做犯了 大軍直殺皇宮而來 齊簡公聽了 火冒三丈 好呀 寡人都未殺你 你就夠膽殺寡人 立即調集手下的兵馬 國軍 也有直屬部隊 調集御林軍 禁衛軍 關閉宮門 準備剿滅逆賊 田上發兵 也很可能是頭腦一熱 不是想得很周全就動手了 等他打到宮門前 本來打算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 一下衝入宮裏頭 捉住齊簡公 殺了左相和子我 這件事就搞定了 沒想到動靜搞得太大 消息走漏了 他一出兵的時候 動靜太大 那麼多車出去 警敵 每個人都知道你想做什麼 所以一來到宮門 哇 牛了 宮門已經上了鎖了 而且宮室的衛士 宮上賢都出竅 那些火把照都光如白咒 人家已經做好了抵抗的準備了 田上一咬牙一狠心一蹲腳 強攻是攻不了的 因為宮室一定是一角裏頭最堅固的 防護也是最原備的 所以硬打是打不下來的 田上軍損失很慘重 而這個時候 左相也已經開始調閘官軍 準備反擊田上 田上一看這就糟了 照這樣下去 實死沒有生 那怎麼辦呢 只能夠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本事 什麼 走路 本來田市就是從陳國流亡過來的 現在又要重操舊業 繼續走路 再找另一個國家流亡 所以調轉車頭走 走出去幾十里 一看那些官軍沒有追上來 休息一口氣 這個時候 他手下邊 有個謀士攔著他說 主公 你千萬不能再走 你一走 基業就毀於一旦 而且你們田家世世代代 不是流傳著一句話 說八代而取天下 眼看就要成功了 俗語說 行百里者半九十 現在眼看來成功只有十步之遙 你現在放棄實在可惜 主公你必須要整頓隊伍 封地的百姓也好 私人武裝也好 等他們念及先主的德政 調轉頭殺回去 冠兵只不過是一盤散沙 未做好思想準備 很容易打 田上這個時候醒悟過來 對對對對對 我不可以把八世祖宗的基業 毀在自己的手裏頭 如果不是我死了之後 還哪個顏面見列祖列宗 所以他又集齊人馬 做了一番戰時的動員 各位 將來我得了天下 各位都不失恭候之位 說完之後 馬上調轉頭 就跟官軍來一場混戰 果如他的謀事所說 官軍大敗 阻傷被殺 揚言要殺他全家的那個子我 亦都在亂軍當中 被踩為玉泥 連屍體都找不到 齊簡公就倉皇出土 行到半老 就被田上派人殺死了 這樣一來的話 齊國的大權 就完完全全地落在田氏的手裏頭 田氏掌握齊國大權 這個局面在田上的時期 基本上已經確立了 你想想 國軍他都敢殺 跟他同級的幹部 更加不在話下 他話殺就殺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實際上 田氏 已經是齊國的國軍 但是畢竟 他還未走出廢齊自立的這一步 之後田氏掌握齊國的大權 又長達整整七十年那麼久 在這七十年內 國軍甚至要朝見田氏大夫 所以田氏是軍 國軍就已經變成了神 但是不管怎麼說 名分還是未變 直到去到公元前四世紀 到了田上的孫 田和掌陀的時候 田和先正式廢了齊國的末代國軍 齊康公 而自立成為了齊國的國軍 那麼田和是怎樣廢了齊康公而自立的呢 這樣的 因為田和在國外 有個好兄弟 也是國軍來的 誰呢 魏國的國軍 魏民侯 那麼田和和魏民侯的關係是非常之好的 他是對魏民侯說 你看一下你又是權臣散衛 廢了進國自立 我又是權臣散衛 我們兩個 我們兩兄弟都是奸臣 阿崩不要說阿賴 那麼你可不可以幫我上奏天子 讓我代替姜氏 做齊國的國軍呢 魏民侯就說 沒問題啦 壞蛋越多越好 這樣一來我心理負擔就減輕了不少了 散衛的事不單止是我們趙魏韓三家組 現在還有你田氏第四家 大家都這樣做呀 沒有心理包袱啦 於是魏民侯就代周天子 就請田氏 做齊國的國軍 天子這個時候呢 還怎麼可以say low呀 都只不過是行一下程序 而以 周天子是同意了 這樣一來 田氏是代齊自立 姜氏齊國滅亡 田氏齊國就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 在田和肺姜氏自立的過程當中 魏民侯 是出了很大力 幫了很大忙 魏在韓趙魏三家當中 失力就不算是最強的 但是在魏民侯的帶領底下 魏國在戰國初年 就成為了戰國時代的首強 有聲有色 那麼魏國那邊 又發生了什麼故事呢 我們就留下一集 再講啦